看著菜園裡面平常有加鈣的積水容器 沒有發現蚊子的幼蟲解決 讓基隆市衛生局長張賢正等人都放心許多 由於今年颱風季雨水多天氣又熱 一有積水的地方就很容易滋生蚊子 特別是中南部登革熱疫情持續燒 讓基隆市衛生局也嚴正以待 登革熱疫情在今年確實非常的嚴重 尤其是在南台灣 截至昨天為止 台灣已經有超過6000例的登革熱 其中在南部就已經將近6000例 5900多例 比較嚴重的限制包括台南還有雲林 其實在基隆的周邊 台北跟新北也都有從去中南部旅遊或工作 回到台北跟新北 確認診斷有本土登革熱的病況 在基隆本身 雖然只有零星幾位 而且這些是從東南亞的國家回來了 暫時還沒有在台灣本土的病例 不過以今年的疫情不斷的上升來看 我們很擔心這個疫情 在基隆市也會有本土的疫情 那一旦南部的疫情沒有緩下來 在基隆的疫情也就會讓人家非常的擔憂 也因此基隆市衛生局長張賢政帶著疾病管制科長 避免沒有加蓋緊閉的積水容器 尋一下看看有沒有積水的容器 或是不流動的水溝 然後如果有積水 我們就把裡面的水倒掉 然後把積水容器倒蓋 然後把做這個容器的清潔 或是有些地方的水溝是被落葉 或是雜物堵住了 我們就都把它清掉 然後如果有一些容器裡面 已經有一些絕絕的滋生 我們就把它刷乾淨之後 才做倒置或者是做清掉 好 我再講一次喔 尋 倒 清 刷 好 那當然啊 如果我們希望我們大家都不要得到登革樂 但是如果我們有到東南亞的國家旅遊 或工作回到台灣來 或是今年疫情比較嚴重 有到南部的縣市 尤其是台南 雲林 高雄等等 回到我們基隆之後 我發現我身體有不舒服 我有發燒 頭痛 然後後眼窩痛 或者是有關節的痠痛 還有一些皮膚的疹子 這時候我們就要趕快到醫院就醫 然後要告訴醫生喔 我最近有從東南亞哪一個國家回來 或是我有去南部哪一個縣市 這時候我們醫院的醫生 就會幫你做登革樂相關的檢查 另外衛生局長張賢正也呼籲必須出國到 登革樂疫區或是在國內 流行登革熱比較嚴重的縣市 都建議穿著淺色長袖長褲防蚊 手腳露出的部位以及臉部 更建議噴灑防蚊液防蚊子叮咬 我們要做好防蚊的措施 那什麼叫做防蚊呢 我們就應該要穿長袖的衣服 長袖的褲子 除了要長袖之外 淺色的衣服 淺色的褲子 都能夠比較有防蚊的方法 然後我們如果到 真正在疫情高峰的地方 到東南亞國家到南部縣市 我們會鼓勵市民朋友到戶外的時候 使用防蚊液 防蚊液應該要噴到 所有可能會被蚊子接觸到的地方 例如我們今天 接露出來的手啊 然後或者是我們 腳如果褲子拉起來 裡面會有一些地方有 我們也會噴 然後有人說 那我臉上有沒有辦法噴防蚊液呢 也是可以的喔 所以我們就會把防蚊液 噴一噴之後 抹在適當的地方 好 這樣子都是一些 保護我們的方法 那有一些人 因為現在天氣還是很熱喔 天氣很熱 所以有些人會做防曬 怎麼辦呢 先在裡面擦好防曬 因為防曬是在裡面的 然後我們把防蚊液噴在外面 這時候我就可以同時兼顧到 防曬跟防蚊 衛生局指出 避免登革熱發生和傳播的不二法門 就是清除積水容器 不要讓蚊子有滋生的環境 特別是容易滋生蚊子的菜譜菜園 呼籲民眾一起配合 共同防治登革熱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